显示三成 这都是方便 三成者 成就是车 古音念圣 现在都念成了 我们就随俗 不随俗也听不懂了 四教一极住 成以运载为宜 车干什么呢 运输工具 运出三界 归于涅槃 佛的教学 也叫成 教学生 帮助你 处理三界 三界就是六道轮回 帮助你离开六道轮回 回到涅槃 归于就是回到 我们回到涅槃 又欲如运载工具 车是个运载的工具 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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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振 过到其过地 每一个人 善跟佛的不像头 欲望 也不像头 有人愿意 人在这个世界 人在这个世间不错 希望我来生 比这一生 过得更好一点 佛帮助他 叫他 带人神 比这一生 过得更好 这叫人神 来生还带人神 目标更高一点 人还是很辛苦 天上快乐 天上没有这么多苦 他想升天 佛就教他升天的方法 志向更高的 就是天也苦 天还有生死 那不生不死都好 六道里面都有生死 只是寿命长短不一样 飞翔飞翔天人 这是六道里的最高层 寿命长 寿命长啊 他们的寿命 八万八截 可是再长 他又到的时候 到了时候 他就苦了 他知道他知道他要死了 而且他在最高 死了之后 已经往下坠落 他不会往上身 他往下坠落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怨天又人 毁梦三宝 他自己 以为他已经成佛了 以为他已经正在大半裂盘 不生不灭了 现在怎么又有生命 宝佛 佛欺骗了他 其实是四句误会 佛没骗他 佛在经教上讲得很清楚 这个怨天又人 毁梦三宝 这个罪也是 阿比地狱罪 所以爬得高 摔得重 爬得最高 死了之后 都无间地狱 诸位想想 从无间地狱 慢慢修行 修多少辈子 多长的时间 达到飞翔飞翔天 这贪火容易 到那个地方又掉下来了 这错了